大家好 姐妹们 今天来做一个出游的分享 先讲特别黑的 我带着这堆东西 占了我的行李箱份 他还给我弄得心情很烦躁 这个是我特地为了这一趟旅程 想要装一个比较稳定的女生 买的包 我没想到弹个大雷 就是这种比较背包式一点的包 找东西的时候特别麻烦 跟个无底洞一样一直在掏 很难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真的很崩溃 它都是乱七八糟 特别是当你背上它 重力坠下去之后 带一些灯啊 还有相机 还有手机 放在里面的话就很容易被磨损磕碰到 然后第二个 也不算踩大雷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难受的 就是这一台 佳能A650 它只能在特别猛烈的阳光下出片 就是你11、2点 手机完全出不了片的时候 你用它 它的那个日晒 生命力的感觉会很明显 但是它比我的14手机 感觉有两个种 旅游的话 重大让你甚至都不想拿出来用 挂在手上都感觉手要断掉 也没有这么花轿 微断 虽然它比一般的CCD多了一个翻转屏 但是其实你这个距离拿着自拍 去拍出一个好看的脸 很难 距离太近了 你很容易会把自己的颧骨拍得 非常的飞起来 整个脸很肿胀 所以这个翻转屏对我来说 其实没太大必要 以及多了很多模式 但是呢 这么多模式里面 我自己调下来 只有这个风景 是比较能够拍出那种 透透的皮肤的感觉 人像那个拍出来 巨黄 所以就算你加了那么多模式 但是不能把人拍得太美 反而增加了我的一个操作难度 并且我去教别人 让他帮我拍 他这个手的误触 风险也变高了 相关来说 这一台没有那么傻瓜 然后来推荐这个 我很喜欢的卡片机 它就这几个键 特别的简单 然后你只需要打开它 选好这个人像的模式 闪光灯常亮 你不打开闪光灯的话 会有很多噪点 研究师修了 像素什么机器什么的 随便一台 它就是一个冷白皮 选的人亮亮的 就很漂亮 会保留你的一些皮肤 以及出汗的那种很真实的感觉 但是呢 又会帮你把皮肤稍微的磨一下 没有苹果拍出来的 这些磕磕粒粒那么锐化 当下可以从A650就看到 好的美妆反馈 就会心情很好 所以接下来初天 大有信心 它出涂 还是会带着一点点小黄 旧旧的狂调 看你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话 其实直接在那个苹果里面 拿色温也很好解决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朋友圈 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一些美妆 因为我们就是最近带了很多相机出来玩 而且那个胶片相机复视 还有A650这些出片率都没有说太高 相对来说 我们比生活里面的普通人更长 利用这些相机了 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难的话 我觉得对于你们怀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情 出来玩 没有出片 都烂掉 出来玩的时候 会在酒店里面浪费比较长的时间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不是我化妆步骤有多久 只是我找的那个时间会很久 所以呢 我最近就是为我粗形的收纳进行一个大升级刷子 因为它很小很细嘛 如果你挤在一起的话就会很难拿 并且很脏 刷子困在一起 所以我改用了这一个刷子收纳包 它里面是分了这几个层的 你可以去按你的一个需求 像我这边就是非常细节刷子 我就找这一边直接拿到 它不会重叠在一起 包括是这边的眼部刷 这边放一些化妆工具 它自己的自重也没有很重 它这里有一个挂子 特别是你坐飞机 高铁上去化妆 你就可以挂在那个座位后面的那个挂钩上 眼线胶水啊 还有综合盘 眼影盘 睫毛夹 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分分别类 清晰明了 很重要 基本上 我在这一个一下车就要开始玩的话 它可以帮我完成一个比较快速的妆 对啦 上次你们不是问我在家里丢的那个高光页 是什么吗 已经找到了 原来是被我的小猫拿去它自己毛窝里面了 它就是这种很薄很透的 你出门玩一天 它都不会给你卡 而且很润 透肤度很好 不会让人觉得你妆感重 你看我现在高光页的一个自然光泽 我其实已经是定了妆的 很漂亮对吧 这一个皮肤质感 然后出门 必备了一个淡妆盘色和新爽 这一块金棕色真的是百搭次 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这个体亮色它是有一点冷光的 盘妆还有这种温柔的中式妆都可以用它 非常的 一喜简单快速 你们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 除了就是我去做了一个那个皮肤管理之外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 配妆膏的时候用这种比较带有一些 磨砂的 颗粒的 可以去角质 因为像我自己的痘印之前很久都不香嘛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脸代谢是比较慢的 所以你用一些磨砂的东西清洁这个产品 去帮助脸尽快的刷一下 还挺好 之后我的护铺上一个维稳的东西去修复一下 让它更稳定 特别是你出去玩 可能这一个水土什么的 你也会自己稍微的有一点犯好 出局的 琥珀时光 它不长脂肪力 然后你的眼睛它是很舒服的那种 不知道是我心里感觉还是怎样 就是那个纹啊什么的 我自己看下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小改变 用了它之后再去上就不怎么砍 吸收完之后我会再用一个亚针金胶 也是油 自用时间可以达到更长 但是这必须是在你没有太多太密集的痘的时候去用啊 不然那个油会滋生你那个痘的细菌更快发展 你先用磨砂 清掉一些死皮之后你再用油去后敷 第二天你直接上妆 你不用妆前就很牢牢的扒在你自己的脸上 这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 你们也可以试试 你们都说我瘦了 其实我永远都在120斤上下浮动 散射这种上镜给到你们我视觉上瘦了的感觉 就是我会挑选一些特别垂坠感的 能够修饰我 显得我很瘦的裙子 首先是这一套裙子 这一套花是我自己叠上去的 它就是这种吊带 显得上身很鲜长的那种 所以你只要肩颈稍微有一点锁骨 它都会显得很好看 不显腰身的 但是呢因为整体它的一个红风亮 下面部的一些下摆 可以遮到我们一些大肯太胖的地方 看起来很文艺 第二件呢就是我在青岛穿的那一件 它本来是这样穿的就是比较商务一点 我是把它这个背面往前去穿的 这样子穿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买一个比较深微一点的裙子 一条裙子你可以解决两个场景 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 上班就用它这个正面去穿 去完你就用它反面的这个去穿 它会显得很松弛 这次红黑板就讲完呢 我要去收掉我的行李 拜拜